我们请Paul长老来到我们当中 分享神的话语 那大家很excited 我先帮Paul warm up一下 好不好我们来 你要几声 Hallelujah 七声Hallelujah 今天是Hallelujah 不是Shaba OK 我们一人 Hallelujah玩在Shaba 好那你来好了 你比较带劲 所以我让他来 来来来来 带大家来来来 有一个warm up 来好 各位我们一起开始 我数到三就一起开始了 一 二 三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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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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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大家火烧起来了有没有 我跟你讲 我们的神就是烈火 摩西知道我们的神的名字 我们的神的名字叫El Shaddai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母字Ash 第二个是那个Shad Alef Shaddai OK 那Alef Shaddai 那个Alef跟那个Shin 就是第二个字母 那个Shaddai El Shaddai 神全能 OK 那El那个前面那个字母 叫做Alef 然后Shaddai 那个后面那个字母 叫做Shin 这个两个字的 全面的第一个字母 把它拿出来 就变成什么 大家猜猜看 变成Ash Ash就是火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 那个基电三百个勇士 为什么三百神 神特别教三百 因为那个Ash 这个Ash这个字母 它的数字 希伯来的数值 就是三百 所以神不要让这些 李瑟琳搞错 缅德后 你们以为 是你们的兵多将广 你们战绩高奖 神若就选三百 这三百就等于Ash 火这个字母的数值 OK 所以一定不会搞错的 不是两百九十九 也不是三 三万五千什么 不是这数 就是三百 不会搞错 为什么 好知道说 是我耶和华神 让你们得胜的 好 OK 这个是appetizer 现在刚刚这个是 开开胃 好 今天要讲的是一个 神的名 神的名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个出埃及记 三章六节 出埃及记三章六节 这里面是最有名的 那个摩西的荆棘篇 那故事大概就是这样 摩西到了那个山上去放羊 结果我看到那个 一片的荆棘当中 居然有火焰 就在荆棘当中有火出来 那记得我刚刚跟你讲 Ash吗 耶和华神是烈火 所以那个 他就以那个火的形状 就显在那里 那摩西就很好奇 为什么 因为火在那边烧 可是荆棘一点都没有烧坏 这就是代表说 那个神是与我们同在的 神在我们的痛苦当中 跟我们同在的 OK 但是神这个烈火 他会烧灭我们的 生命中的不纯净 不圣洁的地方 但是他不会烧灭我们 OK 好 这是一个圣洁的烈焰的火 好 然后这个圣洁的神 呼叫摩西 叫摩西说你要去 时间到了 我要你去把以色列人带出来 来敬拜我 摩西就照他面前 鞋子脱下来 问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家猜猜看摩西问了什么问题 因为耶和华神 就在那个经济火焰当中跟他讲说 我是亚伯拉罕以撒亚各的神 然后我现在派你去把他们带出埃及 那摩西说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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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告诉我说 你是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亚各的神 但是呢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需要认识你 这个工作这么大这么难 法老耶 法老就是等于现在的 那个世界里面最大的一个君王 谁也没有办法挑战他的权柄 那个时候埃及的权势 是整个世界最强的 我算谁 那你叫我去 把他们给带出来 所以他知道说 你叫什么名字 那耶和华神就跟他启示 这句话实在太厉害了 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 我把中英文就列在这里 大家可以比较 先讲中文的 中文的是说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永有的 这句话我们看中文 不是很清楚可以了解 我们就看一下英文的 摩西问他说 OK这些以色列人 如果问我说 那那个亚伯拉罕以撒亚各的神 他叫什么名字 第十四节神就跟摩西讲说 I am who I am 紧接着最后一句 你告诉以色列人说 I am has sent me to you 这个神的名字就是叫 I am 我是 然后这个神 把我拆到你们这里来的 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 他的名字是叫做 I am 接下来第十五节 讲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这是我的 This is my name forever 当初翻那个和和本的时候 把这个名字就直接翻出来 就是耶和华了 那耶和华呢 或者是说这个I am 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就是叫I am Forever 那为什么叫做自存永存的 自存永存的 什么意思叫做I am 我们这个英文的翻译 这个I am 是从那个希腊文的翻译本出来的 希腊文叫七十四译本 他把希伯拉罕翻成的希腊文 那个所以呢 当这里面他讲I am的时候 就是从那个 Ego and me 这个希腊文来的 那希腊文的这个Ego and me的时候呢 它是用永恒式 希腊文有一个永恒式 永恒的 所以呢 在英文里面就直接用I am 来表达 有一点像我们英文的现在式 英文的现在式呢 是有代表那个 一直会发生的 比如说太阳从东边出来 你一定是用现在式 对不对 The sun rises from the east 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 OK 它没有一天说会从西边出来的 所以这就是I am 就是一个永恒 中文把它翻译做自存永存的 什么叫自有永有或自存永存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需要有这个空气 我们需要有水 我们才能够存在 然后呢 我们需要有爸爸妈妈 对不对 好像那个孝君一样 他要Ezekiel跟Aster 不然他不会存在的 OK 他有一个来源的 我们不吃我们会死掉 比如说这么讲 没有空气我们会死掉 好 就这么简单 可是这个自存永存的呢 他是怎样 实在讲起来很奇妙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他创造天地以前 他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爱因斯坦告诉我们说 时间是那个第四项线 宇宙的第四项线 不是只有长框高 还有一个时间嘛 也因为这样 我们才开始发展出来 那个时区 好 假设我们现在在欧洲 所以那个欧洲 就是你的现在 我们现在人在美国 我们是他的当天的早上 或是当天的下午 那我们是他的过去 以那个时间来讲 是过去了嘛 那如果中国呢 台湾呢 是未来啊 他已经到了 可能明天早上了 你知道意思 好 这三个不同时区 过去现在未来 大家先有这个概念 好不好 所以这个时间呢 本来就是空间的一部分 宇宙的一个部分 你想想啊 这个自存永存的神 他没有空间 他就可以存在 实在太厉害了 你会觉得太神了 没有空间你可以存在 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成创造天地前 他已经存在了 第二个 没有时间他就存在了 因为他还没有创造 宇宙的时候呢 那个时间还没有出来啊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才抬起了宇宙的第一个 时钟的第一秒钟 叹哒 才想起来啊 所以呢这个神呢 是超越时间跟空间 他可以单独存在 太厉害了 然后不用空气 不用水 如果他不存在 什么都不存在 所以他叫宇宙的第一因 全世界所有的宗教 有不到几十万种神啊 但是只有一位神 就是这个I am God 这个耶和华神呢 没有生日 你说你要跟 耶和华神庆祝生日 那我跟你讲 你不懂圣经 你不晓得 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已经跟你讲了 I am I am 多帅啊 就是说时间还没有 我刚讲 时间还没有存在 以前都已经 他已经存在 你跟他庆什么生啊 我们说佛教里面 最伟大的师祖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有没有生日 有啊 释迦摩尼有没有爸爸妈妈 有啊 释迦摩尼没有空气 水他活得了吗 不行啊 释迦摩尼没有空间的话 他可以存在 也不能存在啊 全世界就这一个 自我启示出来 我的名字叫自我拥有 自存永存的神 哈利路亚 就是这个 I am God 我们再往下看 好 现在呢 我就要跟大家介绍 他的名字了 为什么中文翻作 那个耶和华 古希伯来文呢 有一点像中国的 象形文字 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下面这几个字 这四个 这个就是古希伯来文的写法 象形文字的写法 第一个就念作Yord 大家念一下Yord 是什么意思 守的意思 OK 守的意思 好 第二个呢 是叫做Hey 大家看一下 Hey 讲一下 Hey Hey Hey是意思是什么 Behold 就你们会常常看到 圣经有这个字 英文里面的 你们要看那 比如说King James 我最喜欢看King James 因为King James 我觉得是翻译的最好的 里面他常常有一个 Behold Behold 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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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可是呢 我们偏偏 和河本 这个看啊 都把它省略掉 就没有翻出来了 所以你们要注意啊 那这个看啊 Ho Behold Behold的意思是观看 为什么观看 就是你要察觉 你要细细的察觉 你要明白 你要去好好的关注 所以以至于你能够明白 它的意义呢 就好像把手举起来 在那边 嘿嘿嘿 嘿嘿 厚厚厚厚 这样子 注意啊 注意啊 要看这里啊 这个才是重要的 第三个叫做那个 Valve 大家念一下 Valve 意思是什么 丁子啊 那第四个 又是一个什么 大家刚刚已经学过 一起讲 对 就是Behold嘛 就是那个嘿 怎么要念做嘿 所以我们把这四个字母 我们把它念一下 第一个Yod 第二个嘿 第三个Valve 第四个嘿 所以就叫做 Yod 嘿 Val 嘿 好 大家念一次 就这四个字母的音啊 Yod 嘿 Val 嘿 好 那这个意思 你们大家这样做 我都写在这里 大家可以帮我看图说话一下 看啊 你们要看我手上的钉痕啊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么伟大的神啊 创造天地的主宰 自存永存的神 他跟摩西启示说 我的名字就是叫做 Yod 嘿 Valve 后面我再讲母音 他的那个指印 这四个写出来 因为希伯兰过去 是没有擦那个 他们写不把母音擦下去的 那个母音 你要擦那个I 比如说啦 这个Yod跟嘿当中 你要擦 I-E-A-O-U 母音有五个音嘛 I-E-A-O-U 你要擦哪一个音 意思都不一样 为什么犹太人这么聪明 我鼓励 真的小孩子 一早就给他学习不来文 为什么呢 因为 你中间擦哪一个母音 它意思会不一样 会变化 可是呢 到底你要擦哪一个母音 你要看上下文来决定 你说你这样读书 会不会很聪明 当然会很聪明 所以难怪犹太人 就全世界第一流的律师 都犹太人 什么想不出来 他都想得出来 什么角度 他都想得出来 从小就这么训练 你想想 这个创造天地的神 他什么名字不取 居然就在他的名字里面 就给你启示什么 一早就给你启示 看啊 我手上的钉痕 看啊 你会不会觉得太神奇了 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 我再讲一次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还没有宇宙以前 自我就今存在 自存有存 那个伟大的创造者 耶和华 那个神啊 那个神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 看啊 我手上的钉痕 看或者看我钉痕的手 或是观察我钉痕的手 你就会知道我是谁 我们再往下 那回到现在的西伯来的写法 这四个字呢 他们叫 它的那个四个字母 来代表神的名字 就是刚刚讲的 第一个 这样大家知道吗 那我们再往下 今天大家脑筋要跑快一点 哈利路亚 赞美书 刚刚在敬拜的时候 启示的你特别强 我今天得着新的方言 你刚刚 看到我在前面 那个是我 几十年来 没有过的方言 这是新的方言 今天得着的 好 哈利路亚 感谢我们的敬拜 哈利路亚 好 现在我开始要 review这个名字 你看 这个到底 这个 这个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看 最左边这个 它是有三个 词句组合的 第一个是叫做 哈利亚 大家念一下 哈利亚 哈利亚 那是什么 He who was 有没有看到 过去四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 大家讲一下 哈利 Who he is 有没有看到 He was He is 再看最右边这一个 这个叫做 大家念一下 Ik ye Ik ye呢 是什么 He will be 有没有看到 所以呢 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讲一下 用中文 大家快 脑筋转快一点 哈利亚 好 喜债 再来 今债 然后呢 以后拥在了 神啊 哈利亚 所以到启示录 就要看到 这个神的名字 再一次宣告 那喜债 今债 拥在 He who was He who is He will be 你耶和华 你耶和华 在那里坐着宝座 还有那个神的羔羊 坐在那里 等着要掌权 OK 就是这样 好 我们再往下 那到底这个名字 因为现在很多的争议 那个神的名字是怎么发音 我刚刚讲的那个子音 五种选择 你可以插进去 所以呢 然后这中间你看 就已经有三 最 He va 这四个子音里面 最少 你可以插三 一二三三个 三个再加乘以五 就十五种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是正确的 为什么认识神的名 很重要 祂是我们的爸爸 祂是我们的天父 有儿子不小的爸爸 叫什么名字的吗 请举手 不可能 不可能 父亲需要想要让儿子 知道他的名字吗 当然 当然要知道 所以当耶和华神 他在出埃及的时候 行那个食灾 把那个以色列 带出来的时候 他讲一句话 我用大能的手 把你们从那个埃及 那个带出来 把那个法老 跟那兵丁的 都投在海中 好让全天下知道什么 我的名怎么样 是 耶和华 就是这个 习在今在 永在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神 就是我在摩基经济片中 那个神 大家记得吗 新月里有没有 有一句话说 到那日 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记得这新闻吗 那我问你 好真的到那日 像比如说 你现在传福音 真的启示录 那个七印揭开了以后 那些的那么惨烈的 这个事情在发生当中 那个救赎的窗户 七年之后就要关了 到那日 凡求告主名的 救必得救 那个时候 要怎么求告 对啊 那是他的名字吗 是吗 是吗 不是啊 所以那个Michael Rood 他就开玩笑啊 你是在叫房东啊 Land Lord 每个月付房租给他 那个Lord 不是啊 可是呢 我跟你讲 这里面有个奥秘 为什么有这句话 Otadak Jules呢 他们到现在的教导 从古代法利赛 一直到现在教导 神的名字 他说没有人知道 我几年前去 那个圣殿重建院 他们跟我讲说 神的名啊 从来没有人知道 怎么发音的 除了摩西听到以外 然后跟我讲更神的说 神的名有72个音节啊 哇哩 72个音节的难怪 就算你教我 我也发不出来 72个音节啊 讲得这么神秘 他们提到耶和华神 他就用Hashem 大家有没有听到Hashem 就是那名啊 Hashem就是那个名啊 或者是用G-O-D G-O-G-O-D 有没有 中间是那个O也拿掉了 有没有 然后G大写 就这样 故意隐藏神的名啊 OK 所以到那日 他们呼求Hashem Hashem的不会得救啊 因为这要破除 这个宗教的灵啊 好 那尤其我们这些 外邦的基督 我们当然没有这些的 这个残累 可是你要明白 我们在教导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到那日 你要求告的名是什么 耶和华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 必得救 OK 耶和华 好 我们再往下 时间关系 好 那我们就快转 转到新约时代了 好 耶稣的时候 耶稣呢 讲了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节 耶稣跟这些那个 犹太人说 在亚伯安那个时候啊 他看见我的时候啊 他盼望我来到的日子 他就欢喜快乐 那这些法利赛人就耻笑他了 就是说 当然你也好啊 当然你也好啊 你现在看起来 还不到五十岁 其实那是耶稣才三十出头啊 你看三十出头 看起来还不到五十岁 所以耶稣看起来 真的是蛮苍老的 有没有 比他十几年还多了二十岁 为什么 他常经忧患 抱经痛苦 因为他是神的代罪羔羊 OK He is familiar 他是对于被耻笑 被拒绝 被侮辱 这些甚至后面最鞭打 这对他来讲 是家常便饭 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一句话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再强调两次 圣经里面 如果看到耶稣讲 我实在告诉你 赶快眼睛要 要赶快拉起来 如果他再讲 我实实在在 就verily 两只耳朵都赶快拉起来 OK 因为真的强调 重点来了 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那什么意思 我们看这个英文的 King James的 I say long to you before Abraham 他说什么 I am 你们读似福音书很重要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耶稣讲的话 做的事情 你要回去旧约里面去找 他做事 讲话 全部都是跟那个旧约的圣经 有关系 因为他要应验 从摩西以来到先知书 跟诗篇里面 指责他的一切 他全部要把它应验出来 你看到这个I am的时候 你会不会吓一跳 你真的明白这个意思 你会不会吓一跳 怎么到没有吓一跳的表情 我看一下 真的很吓人啊 我们不是犹太人 吉伯拉罕的背景 你不太了解 可是你接下来看这一句 你就了解了 你看他一讲了以后呢 第五十节就马上说 他们就拿石头要打他 所以大家读新约的时候 你每次看到这些法利赛人 祭司长这些 他不高兴的时候 他要打耶稣 或是不高兴 或怎么样的时候 你要赶快注意 因为他会来 我们注意不到 这些法利赛人 会帮助我们注意 说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他们不爽了 你知道他们一不爽 你要赶快注意 OK这样大家懂吗 好 所以他们拿起石头 就要把他打死 不是打他 是要把他打死 为什么 来 对啊 因为他就是自称 他就是You have a hey 他就是I am 我就是当初那个 在摩西经济别中 跟摩西讲话的那一位 现在造成的肉身 站在你面前 所以没有亚伯罕 亚伯罕还是 Wars 大家看到过去是吗 当亚伯罕是过去了 过去是 I am 我那个时候就I am 到现在也是I am 没变过 所以他们 法利赛人就是 你是把神当作 你就是神 这是亵渎神 所以 造摩西律 要用石头把你打死 OK这样来了 好 再来看 这一段 这一段 真的是 这个经文对我开启的时候 我简直是 好像经历了那个 核子弹爆炸的那个威力 我才知道说 天啊 原来神的名 耶稣的名这么厉害 为什么那个雅各书 讲说 鬼魔也信 耶稣的名 对不对 鬼魔也信 这些demons 全部都信这个名 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知道这个名 里面所隐含的 那个权柄跟能力 鬼魔也信 可是怎么样 信的战经 他听到这个名字就 这样子 为什么连鬼魔都 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 约翰福音17章 就是要被逮捕的 那天晚上之前 所做的祷告 在克西玛尼园事件 发生以前 耶稣做这个祷告 大家一起来念一下 123请 从今以后 我不在世上 他们却在世上 我往你那里去 圣父啊 求你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叫他们何为一 像我们一样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有没有看到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前面他讲到的是什么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他们 好 再来就是说 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因你所赐给我的名 保守了他们 我也护卫了他们 好 再来 其中除了那样 灭亡之子 没有一个灭亡的 好叫经上的话 得应验 好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名 赐给我的名 你所赐给我的名 我们现在往下看 好 我现在把那个NIV NASB 什么什么的 把它的翻译 弄出来给大家看 就很清楚了 17章 你看看这里 Holy Father Holy Father Protect them By the power of your name 然后这边有一痕 有没有 The name you gave me 哇 这什么意思 大家用代数 代数来算一下 The power 你要用你的名 你的名字里面的能力 来保守他们 然后那个名呢 就是你给我的名 1 2 3 3 2 1 时间到 好 解答 有没有人有答案 很好 第一个是I am 对不对 你的名嘛 我们刚刚讲的 I am嘛 对不对 第二个 再来 The name you gave me Yeshua 因为怎么样 玛利亚怀孕之前 那个天使就说 把他取名叫什么 Yeshua 所以这个名 也是他给的 所以把这两个名字 一起念 当然念一次 I am Yeshua 你不觉得 全身火在烧 I am Yeshua 新约 教育里面的名字 I am 新约里面的Yeshua 喝起来是成一个 完整的句子 完整的一个声明 我就是耶稣 I am Yeshua 旧约 新约 一起喝成 当初在那个旧约里面 在摩西的经济片中 对摩西讲说 I am的那个 那个You have for hey 那个God 那个时候还没有 道成的肉身 现在变成了Yeshua I will be He will be 比那个He 现在来了 道成肉身的 Yahovah You have for hey Yeshua I am Jesus 道成的肉身来了 这是何等何等 伟大的一个声明 一个很大很大的启示 然后在讲什么 过去他们 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用你的名保护了他们 但是后面因为耶稣知道 我要富 我现在要往那里去 我并不在这个世上 来保护他们了 Right 所以那个时候 在最后的晚餐 还记得说 耶稣说你们 如果还有衣服的 拿去典当 然后呢 身上没有刀的 什么 要去 赶快去当铺 买什么 买刀 为什么 因为他要往富那里去了 OK 那彼得那个时候 所以你们要开始保卫自己了 讲到这里 我是很赞成 那个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勇枪权 就根据这个经文来了 因为时机不一样 OK 显恶的日子即将来到 那我们不是说 人家抽屉进来 你家 要把你家 要杀 要寡 要绑架 要凝入 你就让他进来 没有这种事情 OK 没有这种事情的 那是抽屉的 你要保 我们还有保护 我们自己所爱的人 还有我们自己的家庭的这种责任 跟义务 OK 所以从天赋人权 才有到这个天兽枪权 这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好 那那时候彼得就说 我有两把 耶稣说 一把就够了 我们不是要搞那个武装革命 一把就好了 耶稣这个祷告就这样 而且那个刚刚读的词记 然后经文也讲说 耶稣讲这个 要好让经上的话应验 就说你所赐给我的 我一个都没有失落 除了那一个注定灭亡之子的 就是那个犹大 出卖他的那个犹大 除了那个以外 我全部都给保守起来了 然后呢 再来就是 大家都到了十八章 十八章的时候 马上应验 耶稣到柯西马里面 跟着门徒那边祷告 多马也在 所有的门徒都在 祭司长什么 他们这些士兵呢 就带着这个兵丁 要来追捕耶稣了 那个时候耶稣 有没有说 赶快躲起来 找一个大石头 躲起来 没有啊 大家注意看这里 耶稣呢 就反而主动的出来啊 他们这些人 拿着刀枪 以为很凶狠的样子来了 耶稣呢 看他们来 马上就走出来啊 然后就直接问他们 眼睛就看着他们 你们在找谁 你们在找谁 难道耶稣不晓得吗 耶稣 耶稣小不晓得 他们要找他 是知道嘛 对 所以呢 为什么耶稣 不故意要问这句话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你们在寻找谁 因为他就是要逼 他们讲这句话出来 所以他们就说 耶稣 of Nazareth 拿撒的人 耶稣 不会搞错的 ok 因为叫耶稣 叫耶稣 这个名字 在犹太全地 很普遍 但是他又是 Nathareth 从拿撒的村长大的 而且这个 Nathareth 是Nazer这个字 这个 你们要回去看 我过去的特会 因为细节太多了 ok 上个礼拜的特会 他这个姿子 是Nathareth 很特别的一种姿子 这个没时间讲 就不讲 Anyway 不会搞错的 所以为什么叫做 拿撒勒的耶稣 就这么样子 ok 所以 耶稣 Nathareth ok 那个是一个 弥赛亚的称号 而且他名字叫 耶稣 所以他一讲 耶稣 出来的时候 大家注意 大家看这个字 这个红色的字 有没有 耶稣说什么 I am I am 这里 你看看那个 这个King James 后面还有一个 he有没有 一个邪体字 而且是 按下去的 所以我很鼓励 大家读圣经 不要只读一本 最好你是买那个 和和本跟那个 那个King James的版本 一起对照 ok 因为King James的 最准 第二个呢 他自己翻译者 插进去的字 他会告诉你 那像NIV啦 什么很多的 他们都不告诉你 你就原来的经文 就是这样 ok 那就是他翻译者 自己的解读的 他也不告诉你 ok 所以这个King James 就讲得很清楚 是I am 他为什么加一个he 因为那个 照英文的文法 你没有办法 完成一个句子 不合文法 所以他才加了一个he 但是其实耶稣 只有讲说I am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些人 they went backward and fell to the ground 当他们讲说 Yeshua 这个名字一出来的时候 耶稣说I am 然后从那个名字里面的 the power of His name 神的名啊 就是那 求你保守他们 用你的能力 名字里面的能力 the power of your name 而且那个名字 是你所赐给我的名 Yeshua I am Yeshua 这个声明 这个名字呢 这个statement出来的时候 那个能力就出来了 所以他故意挑战 他们说Yeshua 然后他说I am 当永生神自己的名 从他自己的口中 宣告出来的时候 连万有都站立不住 所以当时他们圣经就说 全部往后扑倒 往后扑倒 连一根手指头都动不了 所以耶稣就说 我再问你们一次 你们找谁 他们说 Yeshua 以拿撒人耶稣 耶稣说 我已经告诉你 I am 让这些人走吧 让这些人走吧 有没有看到 Let these go their way 有没有 OK 因为他们知道 不得不听 OK 他们如果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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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辈子就盯在那里 一辈子就盯在那里 直到尸体凑掉为止 神的名就这样保守了 他们这些门徒 好 再来往下看 故事越远越精彩 后来 这个I am God 这个Yohé Vahé I am Yeshua 名字里面说 看啊 我手上的钉横的这个神 一月节上十字架 三天三 三个白天 三个晚上 佛母历 第三个白天复活 然后升天 好 复活了以后 他来跟门徒显现 当时多玛不在那里 可是在那个 克西玛尼远的时候 多玛在不在 多玛在 他看到这个名字 Yohé Vahé I am这个 宣告出来 从耶稣口中 宣告出来的时候 那是多么有能力 那么到耶稣复活了以后 耶稣复活了以后 门徒跟他说 我们看见一位 复活的耶稣了 多玛讲这句话 千古名言 千古名言 多玛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横 用指头插入那钉横 又用手探入他肋旁 我总不信 有没有看到这句话 OK 过去我们都误会多玛了 我也是要悔改 以前都觉得 多玛你有事没事 干嘛找渣 对不对 这已经这么多神机奇事了 你怎么那么难搞 大家都信救你一个老师 要找渣 其实不是 我跟你讲 有种 有种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是那些门徒 突然就出现在你面前了 所以一开始你还会是鬼 鬼来了 有没有 耶稣还魂无骨无肉 我现在肚子饿 你们吃给我看看 有没有东西给我吃的 还吃吃吃 消化给他们看 好 对不对 他是带着肉身复活的 我想请问 在座各位 假设你是当时的 你有那个胆子去说 主要是让我摸摸看 让我摸摸看 你有那个胆子吗 你已经下呆了 你已经来个在那个 震惊那个畏惧里面了 但是多玛有种 如果多玛没有做这个举动的话 到现在还会有很多的多玛 就是因为多玛做这个举动 毫无疑问了 因为多玛他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我刚刚讲的 OK 就是从这个摩西的经历片中 然后耶稣也一定跟他启示过 跟他们启示过 我就是神的儿子 我就是Yohifahe 我就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宰 因为万物都是 凡所有一切受造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好 你的名字叫做Yohifahe OK 好 我承认 然后你的名字也叫耶稣 好 I am Yahshua 我也看到了 但是既然你的名字上面 四个字母讲得很清楚 看我手上的钉痕 在之前跟耶稣同在的那段时间 有 就像那个约翰讲的 那真光 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支搭帐篷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怜悯 有真理 我们眼睛也这样子 Behold 我们眼睛也这样 关注着他 看着他 我们手也摸过他了 OK 但是那个时候 有钉痕吗 没有啊 这事一直到他 上了十字架以后 复活了以后 才有的钉痕 这个Yohifahe的 真字 字面上的意思 才真实在耶稣的 复活的身体上面 完全刻画出来 那这件事情太重要了 你想想看 自从有人类以来 你的脑筋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为神的作为 原本超过我们这种 人的脑筋里面所想象 这样奇妙 这样荣耀 这样大有能力的作为 可是一早以前就宣告了 可是他今天成就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还是会有怀疑 你还是觉得这怎么可能 所以那个多玛说 我非得要摸摸看啊 不要用现在的什么 刺青术啊 画一画看起来很像 还有给我搞搞 有点像3D的刺青的 然后就来 我需要验证啊 这个事情实在太大条了 如果你再查 你会不会觉得实在太大条了 就算我们今天 我们还觉得有得大条的事情 这件事情没搞清楚 你饭也吃不下 叫也没办法睡啊 太重要了啊 他到底是谁啊 他真的就说 他说是那一位吗 太重要了 多玛就这样 所以耶稣就跟多玛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原文做 不是摸哦 河本很好 把它注出来 原文做看 看我的手 那个King James Behold my hands Yeah Behold my hands You have a head 站在这里 丁衡就在这里 Behold 你要看清楚 你要搞清楚 我是不是我告诉你 我就是那一位的 永活的 我就是那位救赎主 从那个摩西经纪篇里面 那个永恒的创造 You have a head 自存永存的人 道成了肉身 为你们的罪 丁实在思想 升天复活 击败所有的罪恶 然后成为神的戴罪羔羊 升天复活 把天上地上 所有的权品 都拿在我的手中 复活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标志 这个就是证据 你来摸摸看 你要看 你一定要看 你要看清楚 你不要搞不清楚 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你如果看不懂这个神迹 你跟救恩无缘 不需要有很多的 神学的基础跟理论 你只要看得懂 这个You have a head 这个神迹 你就得救了 你的信心就建立起来了 OK 所以当时这个多玛 一摸到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眼睛看到 他也不是听到 他不是在脑筋里面了解到 他的手 实际上就这样子 摸到这个钉痕 他是摸到了You have a head 实质的接触到 那个钉痕在他手上 我相信 如果我是多玛 我可能 从头到脚 全部大概五万伏特的店 通到不行 我可能整个人都BBQ了 太震撼了 太震撼了 所以多玛当时 马上 阿多奈 阿多奈 我的神 我的主 我的神 不是只有我的主 Elohim 我的神 再也没有任何一点疑问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接近 这个 无花果树的 这一带的尽头了 耶稣就快要回来了 耶稣没有允许我们过得 从子王子 以幸福快乐的生活 Mike Beagle有讲一个比喻 我听了 我觉得很扎心 他说现在我们的基督教 在呼召的时候 都是seeker friendly seeker friendly 你要不要冒犯他 他们觉得很容易接受 你知道吗 所以我现在来呼召 你们有信要信耶稣 全部大家 请大家眼睛都闭起来 没有人看别人 然后你想要应些 你就把他站起来 你不用走到前面 你只要手慢慢的举起来 慢慢的放下来 那我们就为你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也没有人知道谁举手 Michael Lewis说 耶稣是这样呼召的吗 好像不像 你想想看 外表是另外一种方式 也许效果会更好 他说 这放一个十字架 耶稣说 他们必因为我的名而恨恶你们 他应许的是什么 应许的是永生 应许的是我来 使你们过得更丰盛 但是他也应许逼迫 基督徒没有受逼迫 有点奇怪 真的有点奇怪 OK 真的有点奇怪 所以他说 还愿意跟从我的 Pick up your cross 把你十字架拿起来 心甘情愿 十字架是要受刑的 要受逼迫 受恥辱 受拒绝的 但是十字架 里面有个大能 所以你们要跟随我 Follow me Pick up your cross and follow me 如果你决定要跟随耶稣的话 尤其在这个末世的 光景里面的时候 你要有这个心智 如果是你要决定要耶稣的话 你就是要背起这个施架 你知道未来 你所面临的道路 是这么样的艰险 但是这样艰险的里面 神的大能 大能的名字 会在你的身上 发出那个能力出来 当我们为耶稣的名受 逼迫的时候 神荣耀的灵 会居住在我们身上 以我们的荣耀为居所 你会有那种 看不像尸体法那种 看不见的那种 好像天使的荣光 在你的身上 因为神荣耀灵 在你的身上 这个才是耶稣天国的福音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 请客吃饭 不是请客吃饭 耶稣说 自从施洗浴汉以来 天国就遭受不断的攻击 只有那些有属灵的坚准力 有属灵的这种冲进的 好像打橄榄球 你看 你不管那么前面多少 你抱着球 一直要冲 一直要转 用绕的 用转的 用爬的 反正我就要把球 给他踢到网子里面的 天国是这样 这个天国福音怎么传开 就靠这种人传开来的 这是耶稣的呼召 愿意的从前面走过来 全部众目睽睽 大家都看着你 然后你就拿着十字架 背起来 你要跟从耶稣 也许我觉得在末日传福音 这个才是更有效的 一定有那一批的末世先锋 因为神的话语 是如此的有能力 圣灵的高梦会如此的强 那对我们来讲 为什么要对多玛 这个看见很重要 一样 我们要经历末后的 许多许多的征战 但是你要知道 你所信的是谁 像多玛一点怀疑都没有了 巴不得今天 我们就在这 借着这边神的话语 释放出来的时候 就像多玛一样 我们的手碰触到 带着钉痕的这个 这个耶稣的神 知道说耶稣真的就是他 而且在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以后看见他的时候 还是一样 他手上还是这个钉痕 我们就会有这种确信 我们就会有这种勇气 我们有这种的坚忍力 可以一直走到底 领取我们的奖赏 这好像当初摩西一样 摩西 为什么当耶和华神 跟他启示我的名字 耶和华自有永有的神 摩西就跟他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OK Now I know your name 你的名字是这样 有够帅的 有够帅的 I am 有够帅的名字 好 把你这个名字 就是关于你的本性 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你有多好 你有多大的能力 你有多怜悯 你有多慈爱 你有多谦卑 你这些种种的荣耀 显给我 我必须要知道 因为这一群 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你要派我这么艰难的任务 已经败了金牛犊了 我还要带着他们 这样一路的 这样四十年之久 往后跑 你知道到最后 还只有两个可以进去 我摩西也进不去 到最后还这样子 这个任务实在有够艰巨了 但我要能够怎么样 我才走得下去 我才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灵力 有那个喜乐走下去 我必须知道 我必须知道 所以耶和华 跟他启示 耶和华 耶和华 为什么讲两次 我自己的解读 父跟子 我是耶稣 耶和华 满有什么 满有恩典 满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Slow to anger 然后呢 有丰盛的慈爱 然后怎样 有丰盛的慈爱 还诚实是吧 有丰盛的慈爱 诚实 还有 其实还有圣经里面讲 很多很多的属性 对不对 那诚实 真实的 很多 然后呢 必不以有罪为无罪 对不对 然后恩待谁 就恩待谁 就是我有恩典的 OK 但是我不以有罪为无 我不是那种乱七八糟 就是那种烂好人 我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但是守约 我是守约痴实爱的神 当然这个救恩 到后面更明显的就是 你只要接受这个救恩的 对 你是本来是有罪的 变无罪了 来 他必须要付上这个代价 他把这个荣耀 显出来 给摩西看的时候 所以摩西赶快急忙下拜 从那个以后 摩西就凭着 他知道 Yohavahe这个神 是荣耀的 他是美好的 他是怜悯的 他是不轻易发怒的 他永远可以留给我们机会 准备悔改的话 而且他是全胜的神 荣耀 所以他就说 好 我干了 这档苦差事 没问题 这是荣耀的差事 他就停着这样的认识 走到底 同样的 今天我们也需要 再一次的 借着这些的经文 神的话语 启示在我们里面 燃起我们的活泼 热切 这种盼望 我们走到底 然后呢 领取我们永恒的奖赏 好 Hallelujah 谢谢 谢谢大家